這一次的台泊旅遊泡泡能夠成行 其實美方在幕後也貢獻了非常多 帛琉跟我們台灣一起來宣布 台灣台泊的旅遊泡泡這件事情 我相信我們國人都感到非常的振奮 在疫情的期間我們能夠有一位友邦的元首到台灣來訪問 帛琉的總統也是他就任之後 1月21號就任之後第一次到其他國家去訪問 這個對我們來講都是一件非常振奮的事情 我想大家也很關心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合作 尤其是從我們跟AIT的非常密切的關係 以及美國駐帛琉的大使 能夠一起到台灣來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三方的這個合作關係真的是非常的密切 這一次的台泊旅遊泡泡能夠成行 其實美方在幕後也貢獻了非常多 從1月開始美國就提供帛琉這些相關必要的這些物資 尤其是疫苗 讓帛琉的人民能夠有更多的信心來展開這個旅遊的計畫 那除了美方提供給帛琉的這些醫療物資或者是疫苗之外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我們台灣也提供帛琉很多的這些必要的這些醫療物資 防疫的這些物資 那這個就是一個三方的合作 關於帛琉跟台灣的關係 或者是說我們跟美國跟帛琉的這個關係 一直都很密切 而且從這一次尼約翰大使到台灣來 大家可以看到關係只會越來越密切